初幾次女士做愛 很多人都會感受到痛 但是痛的程度就未必是一樣的 你的好多也不代表我的好多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這些言語上的誤解 令到聽那個 尤其是未試過的 就覺得她說會有好多血 她又說會好痛 但你忘記了 可能自己承受到痛 都挺重要的 我只可以這麼說 當然啦 你說大家的享受 大家的要求是一人而二 但是尤其是女士 可能她們需要更多的時間 慢慢去培養情緒 培養心情 慢慢去發展性慾 一起看AV 其實可以是一種很好的前戲 沒有高潮 就絕對不是一個死症 先要了解為什麼會有高潮 簡單來說 很簡單很簡單 就是 你的人起碼要有一定程度上放鬆 然後投入在性感 這件事裡面 也要很清楚自己和對方究竟有什麼是享受的 以女士為例 尤其是她沒有什麼經驗 性感的過程 覺得痛 很多時候男士就會 一聽到她痛 當然是不想整痛她 變成自己就會失去 mood 面對這樣的情況 不需要害怕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一個男士 其實當她的狀態走了 其實她是很容易可以有多少的 stimulation 而令到狀態回來 所以最重要就是 要互相溝通 了解一下那個女士 究竟為什麼會覺得痛 然後慢慢去解決那件事 其實就可以慢慢很順暢了 就算了解一下